大家好,我是小鹿 今天呢,吃一个西红柿肥牛菌菇菜 西红柿和肥牛呢,是很好的搭配 既营养又美味 主要用到的食材呢 有西红柿、肥牛片、金针菇、杏鲍菇 就可以了 那具体的制作方法就来跟我看看吧 Let's go 我们先来把西红柿切成块 再把杏鲍菇切成片 再准备一些金针菇 我们再来切一下葱和蒜 葱切成葱花 蒜切成蒜末 接下来我们开始调汁 放半勺老抽 一勺生抽 一勺蚝油 一勺白糖 两勺番茄酱 再加入一些清水 搅拌一下备用 接下来我们热锅放油 油热后放入葱蒜爆香 再放入西红柿 再放入西红柿 翻炒均匀 西红柿多炒一会儿 把它的汤汁炒出来 炒出汤汁后 放入金针菇和杏鲍菇 翻炒 翻炒 再倒入调好的酱汁 再放入肥牛片 多煮一会儿至肥牛熟透 杏鲍菇和金针菇 熟透 汤汁浓稠 就可以了 如果喜欢酸的话 可以加点醋 再撒上一些白芝麻 现在可以关火出锅了 一份美味的番茄煮菇菜就做好了 准备开吃 干杯 可好吃了 这道菜呢 因为加了番茄酱 还有醋 酸酸甜甜的 而且我觉得这道菜 如果汤放多一些 也可以当做番茄汤来喝了 这道菜会在这里 最后的菜会是很棒的 最后的菜会很棒的 小麦粉 最后的菜会是最好的 这道菜 最后的菜会是最后的菜 最后的菜会是最后的菜 天堂 再来吃一个红烧带鱼罐头 鱼里面呢 我最爱吃的就是带鱼了 这种带鱼干 很好吃 这个是用带鱼腌的一种罐头 这个是用带鱼的一种罐头 让我变上 Nove兵很高 然后鼻子 就像我的 1, 2, 3, 4, 2 gon 1, 2, 3, 4 6, 4 10人 13, 14 17 19 这个汤特别的好喝 喝起来呢 特别像外面西餐厅卖的那种罗宋汤 这种罗宋汤 这种罗宋汤 谢谢 再来吃一个桃子 这个桃子呢 也分很多种 有水蜜糖 还有那种扁扁的扁桃 我最爱吃的是大大的桃 然后这样一掰 能给掰开的那种 掰开的桃我觉得都特别好吃 像这种掰不开的 就没有那种桃子好吃了 那个能掰开的桃子又脆又甜 吃完后会剩掉一个大壶 扔掉就可以了 吃的好饱 今天的这道菜呢 既可以当做菜来吃 也可以当做汤来喝 可以说是一菜两吃了 就是一种菜可以有两种吃法 在做的过程中呢 西红柿还可以先烫一下 然后把皮去掉 这样会更好 因为我比较懒 所以西红柿就没有去皮 直接炒了 还有那个带鱼罐头 也是我非常爱吃的 在饿的时候呢 吃上两口 又解饱 又不会发胖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的话 就帮忙订阅加按赞吧 谢谢大家对我的支持 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